大家好,我是Anthony 我是香港收藏家,收藏名的投資者減定市 很久沒見,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一直以來我拍了很多不同的尋寶系列 但用了這段時間去整理一下 究竟有沒有甚麼我們還未拍的 亦有甚麼要拍過,不會再拍 所以要整理的時候,雖然用了很多時間 所以有一段時間沒有跟大家見面 今天的主題會是說甚麼呢? 都是尋寶系列,就是這一款 為何可以有一些可以達到一萬元的價值呢? 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在說之前,希望大家多點讚、分享和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影片,有新影片告訴大家 另一方面按個鐘,不會錯過任何新影片 以及當我們的會員 因為雖然你們沒有在,我們沒有出片的關係 仍然需要有五位數字的營運開支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課金支持我們 讓我們可以分享更多的收藏品 或者投資,一些特別的東西可以告訴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先說回今天的主題 這款銀子來說,我相信大家家裡 都會有很大機會找到 亦有不同的年份 例如這一張是79年 可能你家裡那張是82年等等 你都會有機會找到這些年份 但為何我剛才跟你說,這次有機會 這些紙幣可以賣到差不多一萬元的價值呢? 說之前,大家也記得要看到最後 因為我會說一下為何有些會便宜 為何有些會貴 而今天你們最主要想找些甚麼才能提升到價值呢? 之前拍過400多段不同的影片 都說過很多不同的收藏品有甚麼值錢 有機會回去看看 例如這個系列 10元字,我們之前說過 甚至開了整個主題去說有甚麼品種、選擇 例如你想收藏,怎樣開始才是最好的方法呢? 我也有說過 所以大家有興趣可以聽聽 今天這張東西通常我們有個名字 我們叫大麒麟 原因是因為它有一隻麒麟 它一張100元的蝙蝠是大張一點的 比我們以前的一張100元字 即是我們現在用的100元字 它會更大一點 所以就會有這個名字叫大麒麟 之前也有說過長棍、短棍、另外再說 不再說得那麼複雜 這一張的話你會看到 中間的話就會有駕駛銀行 香港駕駛銀行是很有趣的 設計來說 這裡是隔多了一個格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 其實它不是防禦來的 設計方面令到它的圖案更加自中 更加有 不會出來了 就是indentation 所以可能用word的話你會明白我說甚麼 另一方面的話 你看到它這張銀子的話 它就不是全新的 亦是為甚麼呢? 這張銀子來說做不到剛才的價錢 最主要原因 也不是將來都可以做到這個價錢 原因是甚麼呢? 例如一般的年份 質素不漂亮的那些 其實很多都可能是面值多一點 不會很多的 但通常這款除非你用到很霉爛 不是就會多於你的面值 所以就不建議大家回到銀行 因為很多人不知道 其實回到銀行 很多時候都會經歷消費的process 歷史那樣東西就會完全沒有了 所以我一直都不建議 寧願賣給外面的店鋪加少許錢 也會比較好 說起店鋪的話 最近收到很多消息 或者外面也有些店鋪模認我們 再說一次 我們在香港珍藏 我們只有荃灣一個門市 就是一個總行 就是南豐中心 如果你在其他地方看到 相似或相同名稱 相似名稱的話 你要知道不是我們 這個再declare 因為最近很多人都有問這條問題 所以今天再和大家說 我們只有荃灣這間門市 另一方面又再說 收購方面 我們全部都是現金收購 全部都會收購 今天最主要的問題是 為什麼這張東西會這麼貴 為什麼有些可以到1萬元 最主要第一個原因 我們經常說過 接一接沒有七成的價錢 所以未接之前 這是非常重要的狀態 這張接了就已經做不到 如果未接的話 就有機會做到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 就是這張銀紙才有的 現在和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這張東西有什麼特別 不同呢 好,來吧 就是這裡 你看到這張銀紙最特別的地方 就是後面 後面的話 你看到印刷方面的話 去到中間這個位置 就突然之間下面就沒有了墨 原因是什麼呢 印刷過程之中有error出現了 或者它沒有墨水 真正的原因 你會看到它就好像消失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到Avengers 如果看一看Avengers的話就極到此 消失的時候 消失了一半 就沒有了一半 真的沒有了一半 這張東西特別在主 剛剛好也是沒有了一半 幾乎是中間位置 我們見過的創體 可能沒有了下面 或者沒有了上面 但是你去到剛剛好一半 這張東西就比較特別一點 另一方面 怎樣才能做到一萬元的價值呢 就是它一定要是全身保存狀態 基本上它又要是錯體 就是這類的錯體 又要是這麼漂亮才可以做到 不說是全身沒有接過的狀態 才有機會做到那些價錢 很多朋友都會問我 老實說 經常說收多少錢 或者什麼價值 究竟你實際收多少錢的話 一般來說 很多時候都是七八成的價錢 我們收購 始終我們有利潤要賺 所以我們不會收回 完全Exactly的市場價值 這個敬請原諒 因為都是一門生意 都是有貿易程度上 都是要靠一些錢 去運作我們的process 所以不能夠用 全部一定用市價 和大家收 這個大家要注意一下 但另一方面都是那句 例如你有相同的錯體 或是相似的錯體 例如之前提及的10元主題 都有提及不同種類的錯體 不同種類的錯體 都會有自己不同的價錢 所以有些是會有錯 但相對來說便宜一點 有些錯得來會貴一點 這個原因在於什麼呢 就是每一款錯體出現的機率 都是不同 有些錯體會出現得頻密一點 有些錯體會出現得稀有一點 亦都令到它的價值不同 例如這款來說 它就叫稀有一點的價值 所以它就會相對高一點的價值 所以這就是我們經常說的 那些人經常說 如何定價 其實這就是市場mark up的價錢 例如有成交 有私人的床家問我們 想叫我們幫他找 我們有一個大約價錢 就知道價錢 用多少錢 始終錯體這個市場 老實說是一個比較小的市場 它的價錢的flictuation 即它的動動會比較大 有時候可能會跌到5000-4000 因為大家都穩定 如果喜歡的人全部都買到的話 它就會跌 所以大家有這些錯體的話 不妨都考慮盡早買 因為每款的床額通常都是存一張 即每款的錯體 存完之後就不會再存 如果剛好市場 那個市場剛好 沒有人再收藏的話 價錢就會跌得金 這個就是錯體的市場 所以大家如果有的話 不妨去早一點 去問一問我 前面來說 我的銀子就沒有太大分別 大家也可以看看 如果用一個螢光燈 或者照下去有什麼不同 其實你會看到很多時候 都沒有什麼特別的 因為它基本上沒有印度 所以它連那些位的油蜜也沒有 但你會看到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例如你這裡 儘量不要用手觸摸 如果價值比較高一點的銀子 因為有機會黃 所以就是你拿過來的 給我收藏的話 儘量不要用手觸摸它 儘量用一些膠套 入住它 或者用一些硬一點的東西 因為很多朋友拿過來的時候 又撞角又摺 影響到價值 你想想如果你把銀子放了30年 去到我拿過來的時候 途中撞崩了撞摺了 或者等的話 是非常之不爽的 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疼愛收藏品 你想買一個好的價值 我明白 但也希望大家保持一個好的價值 好的狀態給我 讓我可以給你一個好的價值 不要在傳送的過程之中 令到它有任何損傷 又給不到一個好的價錢 又令到那張東西浪費了 我不想 都是用錢和你們收的原因 最主要就是希望能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希望你不存在的時候 我幫你存在 這是非常重要的 或者不要說我 我的床家朋友 幫你存在 這也是非常重要的 重點你會看到 很多人想看看真假的話 大家可以看看中間 一些碼面沒有纖維等等 都會有一些螢光反應 你看到的話 都證明它是一張真的錢 沒有任何改動等等 粒特紋方面 通常都會有 所以就算它沒有打到 或者沒有印油墨 其實它的帽子已經印了粒特紋 所以你下面是看不到什麼影響 但在洛登笑的時候 你都看到這張錢是絕對不是值版 所以就做不到剛才的價錢 所以很重要大家記得 玩這些的話 記得記得要保持一個好的狀態 因為如果保持不到一個好的狀態 基本上你就賣不到 最應該可以有的一個價錢 這個也很重要的 再給大家看一次正面 正面其實你看到這張錢 是完全不受影響的 它是沒有分別的 跟平常是健康的 很多時候我們看到的錯題都是 如果這類的錯題一般都是單方面有事 第二方面通常都是沒有事 比較少就兩邊都有事 人為造反而多點是兩邊都有事 所以這個要留意一下 另一方面也是那句 我們的Channel都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一些收藏品 一些投資 或者一些尋寶系列 特別是大家最喜歡找的一個系列 找找一些什麼收藏品 在家裡放在這裡 原來是值錢可以拿去買的 希望透過這個東西可以幫到大家 所以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不妨去留意一下 尋多些保證 特別是你會想要扔的東西 千萬不要扔 不如去看一看 不如去給我看一看 值不值錢 或者你會有些意外的東西 會有機會看到 我也希望大家有 老實說在現在的經濟環境之下 能夠有些東西可以賣到錢 當然你有沒有興趣的話 不妨都可以貿慮一下出售 另一方面也是那句 下面也會有我們的地址 收購熱線等等 再說一次我們只有荃灣門市 所以不要去其他地方 搞錯了 或者你問別人 為什麼那個人不收 搞錯了那個人不是我 所以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另一方面記得 like share subscribe 訂閱我們的channel 分享給身邊的朋友 或者家裡有機會有這些東西的朋友 等他去尋找保證 可能你沒有他有的 可以轉介給他 另一方面記得訂閱我們的會員 課金支持我們很重要 因為這個channel雖然這段時間沒有拍片 其實一直都在用上面的資源等等 超過五位數的東西 都希望大家可以幫幫忙 去支持我們 另一方面 裝了會聯有什麼福利呢 可以看回一些獨家片 外面公開看不到的 另一方面也可以加入 150人的會員channel 可以學更多收藏投資的東西 讓大家開始學這東西收藏之路 不要交那麼多無謂的學費 這個都非常非常非常之重要 另一方面也是那句 記得我有400多條不同的影片 有些人說看24個小時也看不完 不如你幫我看看是不是24個小時也看不完 另一方面記得每一條影片給我一個like 讓YouTube都可以推介我的影片 給其他channel看 或者其他人看 好處就是你推得越多 就有相應的收入給我的 我又可以有更多的資源 可以拍更多的影片 更加特別的收藏品給大家看 我相信大家除了歷史、投資、價值也好 都很有興趣 也想學習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特別的東西想我說的話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例如銀子以外的收藏品 你有興趣的 也可以提出 如果我認識的或者我有的 也可以開一個集 去說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看影片 記得按LIKE 好緊要好緊要支持我的影片 希望我下次也會看到你 陸續來說我會開始拍新影片 所以記得留意我 希望可以給大家更好的知識 可以學到更多的知識 最要緊要就是延續香港人的歷史 希望大家在銀子電子化之前 起碼大家都有記錄 究竟有什麼銀子是以前有機會用過的 今天就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支持 記得看影片 記得按LIKE 記得訂閱我 多謝大家 拜拜